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祖父是在老赛台湾潮区团后台打鼓的 我的爷爷是鼓手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三岁定终生吧 而且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在台下看这戏 我的志向 我的梦想是想成为台上的武生 因为我觉得武生穿着长大靠 还有这个靠旗看起来非常的威猛 潮区应该是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那是在这个中国广东潮山地区开始的 在19世纪呢 中国移民来到新加坡 因为他们有四年家乡 所以就聚在一起 开始玩乐器 唱潮州歌 而且读着潮州系的剧本 我们叫《塔瓜车》 那就慢慢地演变到到台上去表演 所以老夏桃源潮区团那个时候就这样子形成 我觉得潮州系他的特色就是 潮州有这个合音天使的 我们说帮声啦 就听到一位有人在唱 然后后面几曲呢会有合音天使一起唱 这潮州的特色 还有呢 潮州的丑角呢非常受注目 像打个比方采访会 茶榜会这出戏 就是说一位李老山他到了这个店子里面去住 然后有这个鬼 笑就很怕去爬楼梯爬上爬下 所以他的功夫非常地了得 还有就跳上桌子等等 那这是我们潮州的一个特色 就是宠诀 现在年轻人都不懂得听方言或者讲方言 因为这个样子呢 他们在看这个戏曲的时候就无法达到共鸣 不晓得台上的演员在表达些什么 他们可能会有一种想法 这戏曲是淘汰的 是属于老人家的 那可能觉得这根本上潮流 所以就觉得戏曲不是很酷 虽然说这红阳戏曲在新加坡是困难重重 但是很清醒的是现在政府还蛮支持的 像新加坡华卓化中心 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 包括教育部等等 那现在在每间小学和中学呢 都有母与双周 那母与双周也包含了这个戏曲讲座会 所以我们就有时候要到学校去呢 去分享 还有去和同学们呢 进行一些戏曲交流会等 那这是很好的 前阵子我们有一群青少年 他们来自MDUC尼泊 Youth 他们来自不同的理工学院 跟初级学院 他们就至高奋勇 想要就组织成一个团队 表演给老人院的老人家看 所以我觉得很感动 那他们是完全对戏曲是一窍不通的 大家就兴致勃勃地想要表演 那个经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忘的经验 因为除了新加坡的学生参与之外 那我们内联友跟一些非洲的青少年 他们是来自ACC 马拉威ACC的一个孤儿院 他们来到新加坡是办这个 乐学华文点亮星灯的活动 因为我跟这些非洲的小朋友 他们也蛮投缘的 那他们也想学戏曲 所以我就让这些非洲的学生们 跟新加坡的学生们一起做一个交流 他们同台演出 我觉得戏曲不仅仅是表演 它包含了文化 教育 历史 而且我在想的时候 我祖母是用戏曲来教我怎么做人的 做人的道理 有一句话说 先做人才做戏嘛 那他常说 你不要跟这个坏人一样做坏的事情 以后你有坏的下场 所以我晓得说 我祖母是这样教育我的 那我觉得 你从戏曲当中可以学习到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可以学习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所以如果这文化 没有办法传给下一代 我觉得很可惜 我相信如果有更多社交媒体的平台 我相信如果有更多社交媒体的平台 可以让我们去推广这个戏曲文化 这戏曲就可以代代相传绵绵不息 我们一定可以走得更远